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2011期 林贵大人 当初正是这两人夺走了属下的混沌果实 并且这两人身上拥有人族星神功的星辰河西 和大禹神山的太古神山之宝 阴海帝尊对着领头的灵归帝尊喊道 阴海帝尊 这一男一女 此季也是目光冰冷地看着眼前的海族一群人 眼眸之中冰冷之一 这两人不是别人 正是进入此地后便和秦晨分开的魔力和赤炎魔君 可惜啊 最熟悉两人的秦晨不在这儿 如果秦晨在这里 一定能够感受到此时的魔力和赤炎魔君身上的气质 有了惊人的变化 必然是得到了某种惊人的传承 小子 你们怕是没想到吧 今天会在这里遇到本座 阴海帝尊冷笑一声 他自然看不出魔力和赤炎魔君身上的变化 不过 就算是他能看出来 他也不会有丝毫的在意 毕竟当初在混沌果实前 魔力和赤炎魔君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直接被申于帝尊追杀 若非是秦晨的话 这里的两个家伙早就被他斩杀了 而也是因为这两个家伙 导致他的一只手臂被秦晨所斩斩 小子 你们在这里得到了什么宝贝 赶紧交出来 阴海帝尊 谈声说 其余的海族见状 身形一晃 瞬间就将魔力和赤炎魔君给包围了下来 不少海族都宁笑着 看着有着红颜武皇身躯的赤炎魔君 舔了舔舌头 眼神中流露出了银血火热的目光 真是个人族的美人 而且还有着魔族的气质 这种天舍和魔鬼之间不断转化的气质 让他们每一个人的小腹 都仿佛是有一团火焰在燃烧着一半 如此美人 就算是找遍了他们整个海族 怕也是找不到几个 唯有他们海族的公主等顶级美人 才能够与其比拈 莉娥 是绝恶心的男人 赤炎魔君感受到了这些海族油腻滑湿的目光 脸色瞬间变得难看无比 他之所以重塑红颜武皇的绝美肉身 便是为了和魔力一直厮守在一起 他的身躯只有魔力才能欣赏 此时的赤炎魔君心头恼怒 恨不得将这些海族的眼珠子都给挖下来 那时 另一边 魔力却没有理会海族的这群人 只是宁神看向了混沌星河的位置 似乎了解到了什么 眼神中有一丝丝的惊异之色 小子 我在和你说话呢 没听见吗 阴海帝尊恼怒 寒生对着魔力力合 在灵归大人的面前 这家伙竟然敢无视 轰隆的一声 阴海帝尊再也按捺不住 身形一晃 轰的一声 直接杀向了魔力 顿时天地崩裂 阴海帝尊虽然是失去了一只手臂 但是毕竟还是帝尊级别的高手 天地间 滚滚的海气弥漫 整片天地骤然化作了海洋的世界 海族领域弥漫 将魔力瞬间包裹在其中 同时 阴海帝尊身上滚滚的杀戏爆发 要将魔力第一时间拿下 以解心头之恨 阴海帝尊 这小子你杀了没事 不过他身边的美人你可别杀了 回头我可要好好的享受一下的 如此经验的人族女子 真是极品哪 玩弄起来一定十分的过瘾 这一群海族的高手纷纷大笑起来 浑然没有将魔力和赤岩魔君放在眼里 这是因为他们都反应过来了 魔力和赤岩魔君身上的气息并不算很强 顶了大天刚跨入帝尊而已 如何能是他们的对手 怕是阴海帝尊一个人就能拿下 而事实也像是这样 面对阴海帝尊的攻击 魔力像是呆滞住了一遍 只是看下了那混沌星河 根本无视阴海帝尊的攻击 小子 本座先拿下你 然后在你面前 活生生将你的女人玩死 阴海帝尊目光阴度 他早就想弄死魔力了 只是之前被秦臣破坏 现在他找到了他们海族的队伍 现在遇到了魔力 先将这两个家伙给弄死 回头找到秦臣之后 再将那真龙族的小子也弄死在手中 才能解心头之恨 不过现在 他不会第一时间杀死魔力 因为他也被赤炎魔君给吸引出 只觉得这女子竟然有如此魅力 比这之前在混沌之术的时候 更加的妖艳了血 竟然是有种令人欲罢不能的宠 还要拿出魔力和这绝美女子 然后在魔力的面前 和海族的诸多高手 活生生地玩弄死这风雨绍风 让他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被玩弄死 阴海帝尊的这番话刚落下来 之前还表情平静的魔力 骤然地转头 眼瞳中爆射出来毁灭万界的冰冷寒光 是吗 冰冷的话音落下 魔力身上突然爆出了一道道可怕的黑色魔器 轰隆底下 这些黑色魔器如同触手一般 暴涌而出 疯狂地刺向了阴海帝尊 扑扑 出声之中 阴海帝尊的领域竟然是被直接动传 紧接着 这些触手在阴海帝尊的惊恐目光下 硬生生地动传了自己的身体 啪的一声 阴海帝尊像是被章鱼 动传了一遍 在虚空之中惊恐地扭曲着痛苦地挣扎 玩弄死我的女人 那本魔子就先玩弄死你 阴海帝尊体内的帝尊本源迅速地被这些黑色的触手给吞噬 然后涌入到了魔力的身体中 他痛苦地惨叫着 肉身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起来 看着魔力的眼瞳中 涌现出来无尽的惊恐 阴海帝尊 跑 放下阴海帝尊 杀了他 其他海族本来笑嘻嘻地看热闹 此刻全部都震怒出声 轰轰轰轰轰 一个个爆发出了可怕的气息 纷纷杀了 并且那灵规帝尊脸色也变了 魔力的手段太诡异了 直接束缚住了阴海帝尊 令他毫无反抗之力 阴海帝尊的实力 虽然在帝尊之中不算很强 但是好歹也是一名帝尊 竟然是如此没有反抗之力吗 轰隆的一声 灵规帝尊心中一力 不敢大意 愤怒之下也动了 手中权杖对着魔力悍然地轰落下来 顿时 天地崩密 星海沉浮 日月炸裂 天地枯寂 滚滚的力量倾泻而下 那权杖竟然是化作了一头庞大的灵规 足有万丈大小 通体漆黑 笼罩海族气息 要将魔力给仪仗斩杀 海族 呵呵 看着杀向自己的无数海族高手 魔力冲天杀气突然冷笑出声 话音落下 一物置出 瞬间困住了巨大灵规 轰的一声巨响 宛如是一座混沌 炼狱被打开一样 百具巨大的混沌魔影 站了出来 百具混沌魔影 全部散发出了可怕魔威 当魔影伸出魔爪之时 瞬间遮住了天空 百具魔影瞬间将手中的天地 化作了一座巨大的魔山 在魔山之下 混沌气息弥漫 垂旋天地 什么百具魔影 巨大灵规都在这瞬间消失 在这瞬间 无尽的魔威冲天而起 刹那之间 魔威淹没一切 就连着魔山 在如此浩瀚一样的魔威之下 都随着消失 只留下了一个 让人看不到边际的大阵 这个大阵似乎是 独自开辟了天地 高悬于星空 就这样一个巨大的大阵 悬于星空之上 而大阵的无尽天地中 竟然是端坐着 一百尊魔神般的魔影 这一百尊魔影 全部身护魔甲 每一个魔影 都散发出了魔神一般的气息 这大阵似乎是魔中之国 而巨阵之中的百尊魔影 似乎是这个国度的无上神魔 这里已经看不到 任何海族的人身影 无论是巨大的灵鬼 还是阴海帝尊等海族高手 全部都已经消失不见 浩瀚的神魔之阵 悬于星空之中 百尊如同魔神一般的存在阵上 无论是这大阵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还是这百尊魔神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都震慑宇宙万国 给人一种无尽邪恶的感觉 那是 远处有几尊尊者摇摇路过 看到这一幕 一个个惊得目瞪口来 他们看到了什么 海族的灵规 帝尊带领着一群海族强者 竟然是被魔力所执掌的大阵瞬间吞落 这样的一副长警令的 他们心头都是狂跳不力 甚至不少人一个哆嗦 双腿都有些发软 他们仰视着这么一座魔阵 莫说是普通尊者 就算是那些顶级帝尊在他们心里 都有些发毛 轰隆隆 隐约见 那百尊魔神大神之中 隆隆的轰鸣响扯 显然是那海族一群高手 试图冲杀出这大阵 但是 这大阵却是好像位于另外一界一般 令得灵规帝尊等人 根本无法挣脱出来 就好像是进入到了 秦城的乾坤造化御谍中一般 完全为了大阵的主人所掌控 莫力 这百魔神阵 被这些家伙看到了 要不要 誓言魔君 盯着着远处的那些尊者 眼瞳之中 冷力放出了冷冽之色 浓重的杀意弥漫 显然是动了杀心了 小娃娃 别在这些家伙身上浪费时间了 混沌星河开始波动了 显然是由高手进入到了 混沌星河的深处 若是你再不前往 怕是得到保护的机会不大了 就在这时 魔力身体中一道阴冷的声音突然响彻了强 这道阴冷的声音如同是幽鬼一般 在天地间响彻了 让魔力神色瞬间变得无比恭敬强 是 前辈 魔力对着那声音恭敬 既然如此 既然如此 那就出发吧 怎么样 本魔祖给你的百魔神阵 为力如何 那灰红阴冷的声音笑着 前辈不愧是原国混沌神魔 这阴冷声音哈哈响彻滚滚的魔气冲天如同汪洋也 这魔力体内竟然是寄居了一尊混沌神魔 轰轰轰这百魔神阵之中滚滚的轰鸣声响彻 显然是灵归帝尊在这其中怒吼 不断地哄起 由他们去 只要是被这百魔神阵困住 这群小家伙的实力难逃一死 他们坚持不了多久的 早晚会成为本源 被我这百魔神阵给吸收炼花 誓言大人 我们走 魔力收起了百魔神阵 瞬间朝着混沌星河飞滤而去 前辈 这混沌星河又是什么地方 飞略中 魔力好奇了 这混沌神魔 是魔力在这一片秘境中 遇到的一位太古神魔 用对方的话来说 这是一位自远古混沌中苏醒的神魔 魔力和赤岩魔君进入这片秘境之后 和万族尊者经历了重重靠河 几次差点生死 后来才知道 这些历练都是这混沌神魔 所留下的一道残魂所舍 而魔力和赤岩魔君 从诸多尊者之中杀出重围存活了下来 至于和他们一同闯入这秘境 试图寻找宝物的其他尊者 则全部陨落在了这秘境之中 深云道消 当魔力和赤岩魔君携手来到考核最后的时候 这混沌神魔却是告诉两人 他们两个人只要是一人能够获得最终的宝物 而另一人必须死去 而最终由谁获得宝物 两个人可自行决定 魔力和赤岩魔君当时是崩溃了 他们好不容易经历千难万险 居然要面临如此生死的抉择 如何甘愿 两人甚至决定宁死杀出去 可他们明白 以他们的实力 这么做 他们最终所面临的结果只有死亡 他们只能选择自己死还是对方死 因此 当这混沌神魔将他们送入到单独的抉择之地的时候 魔力和赤岩魔君都选择了让对方活下来 可是 让两个人没料到的是 当他们做出了这个决定之后 他们两个人竟然是都活了下来 后来 这混沌神魔告诉他们 这是他们活下来的唯一剂 只有彼此让对方活下来 他们才能活着离开这 否则 不管是什么选择 两个人都会死在这 用着混沌神魔的话来说 他们万万没想到 在混沌神魔后裔的魔族之中 竟然还有如此有情有义 彼此甘愿为对方牺牲的一顿 魔力和赤岩魔君都得到了巨大的好处 修为突飞梦境 同时 魔力还得到了这混沌神魔的认可 寄生在了魔力的身上 准备跟着魔力离开这片天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